在涉及麦当劳汉堡的大肠杆菌疫情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后 涉事的泰勒农场已宣布召回四种生洋葱产品 而毕生克和肯德基的部分门店也已停用生洋葱 另外 继经济学奖得主后82名各界诺奖得主背书贺锦丽 遭司法部警告马斯克摇摆州百万抽奖疑似暂停 好了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4大选距离大选 还有最后的一周多时间之际 CNBC的最新全国民调发现 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贺锦丽 在全国和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差距均处在误差范围内 结果表明选民更信任川普处理经济问题 而贺锦丽在诚实度和担任总统的资质方面评价更高 根据CNBC今天发布的全美经济调查 川普在全国的登记选民中获得了48%的支持率 较贺锦丽的46%领先两个百分点 处在3.1个百分点的误差范围内 同时在七个摇摆州 也就是亚利桑那 乔治亚 密切根 内华达 北卡 宾州和威斯康星州 川普的综合支持率领先贺锦丽一个百分点 即48%对47% 再次处于误差范围内 民调专家表示 通胀仍是影响这次选举的重要因素 63%的全国选民表示 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生活成本增长 近一半选民说 这是他们在选举中最关注的议题 此外 在谁更具备担任总统所需的心理和身体素质的问题上 贺锦丽在全国范围内领先川普13个百分点 在诚实和值得信赖方面 他领先川普10个百分点 然而在谁能更好的加强社区经济的问题上 川普在全国范围内领先贺锦丽7个百分点 在谁能更好处理税收和企业问题上 川普也领先8个百分点 在谁能更好的辅助小企业问题上 川普也领先9个百分点 此外高达42%的登记选民相信 如果川普获胜 他们的经济状况会更好 而对贺锦丽持这一看法的人 仅24% 在昨天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联名背书副总统贺锦丽之后 今天来自各个科学领域的 共82位诺贝尔奖得主 也公开支持贺锦丽担任总统 并称赞他对技术和研究的承诺 根据纽约时报获得的信件副本 这82名诺贝尔奖得主写道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也许是有史以来对科学和美国的未来 最重要的一次总统选举 我们也就是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 强烈支持贺锦丽 这封信写道 贺锦丽理解过去两个世纪里 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的大幅提高 主要是科技进步的结果 相比之下前总统川普将危及我们生活水平的进步 减缓科技的进步 阻碍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反应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 共计82位诺贝尔奖得主 在这封信上签名 他们曾做出的贡献 包括帮助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以及为新冠疫苗的成功研发护平道路 签名者包括分子生物学家 加里鲁福坤 化学家大卫贝克 物理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 和经济学家达隆阿西莫格鲁 他们都在本月早些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奖 起早这份背书的是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 他说川普在总统任期内提出的大幅削减科学预算 以及反科学和反大学的立场 是促成自己支持贺锦丽的原因 川普执政期间提出大幅削减联邦卫生和科学机构的资金 包括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环境保护署EPA 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 川普曾建议关闭教育部 斯利格里斯称 希望这封信能给人们敲响警钟 并称这次选举结果会对科学和技术产生真正深远的影响 他还说许多科学家倾向于专注自己的研究而非政治 但他们现在认识到已到了不能保持沉默的时刻 而就在昨天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联名背书贺锦丽 好 我们来继续关注大选 昨晚副总统贺锦丽参加了CNN 针对未决选民举办的市政厅论坛 但她的表现却遭到前总统奥巴马首席竞选策略师的质疑 另一方面 前总统川普则在摇摆州乔治亚举行集会 并通过小肯尼迪和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加巴德的助阵 来吸引更多中间选民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周三晚在宾州参加了CNN 针对未决选民举办的市政厅论坛 她在这场活动中再次抨击竞选对手川普为法西斯主义者 并指其不适合担任公职 此外 贺锦丽还谈论了自己的政策细节 以及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变化 并罕见地讲述了自己可能存在的弱点 针对棘手的边境和移民问题 贺锦丽表示 拜登总统和他本人都认为 行政措施只是短期解决方案 只有通过国会两党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说过早期的数据 因为我们在设立国决定 以后我们应该能够用时 当时提供一种剧法 在一起? 我们必须要明白 这个问题是否则会被设定 通过一种创计判 大利率 然后总统会决定 当被问及将如何团结分裂的美国时 贺锦丽提到了他作为检察官的经历 称其从未询问过犯罪目击者的政治立场 他还表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没有在住房问题上做出足够的努力 为此他将与建筑商和开发商合作 推出税收优惠措施 以增加住房供应并降低房价 此外贺锦丽还承诺致力于在生殖权 制造业等问题上进行两党合作 并推动对参议院阻挠议事规则的改革 针对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以及加入竞选以来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转变 例如放弃禁止水利压列采油法 不再推动激进的全民医保政策 放弃重新分配警察资金 以及不再支持越境行为合法化等 贺锦丽则强调他愿意接受好的想法 建立共识而不是固步自封 而不是固步自封认证的认证 而不是固步自封认证的认证 而不是固步自封认证 值得注意的是 贺锦丽还在周三晚罕见地 谈论了自己可能存在的弱点 并承认自己曾犯过很多错误 我当然不是完美 所以我们开始 我认为 我认为 可能是有弱点 但我认为是弱点 我真的尊重 有一个团队 很聪明的人 帮助我的选择 不同的观点 我可能不容易 得到答应 至少你问他 对特别的政策问题 因为我会想研究 我会想研究 我会想研究 我会有点疯狂 我可以批识 也可能会称这些弱点 尤其是你在讨论上 或是在某些问题 你会想到某些问题 正确的答案 但那是怎么办的 尽管贺锦丽正在努力争取更多未决选民的支持 但她在周三晚的表现却并没有令所有人感到满意 自身民主党人前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竞选策略师 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在CNN的小组讨论中指出 贺锦丽当晚的表现喜忧参半 令人感到担心的是贺锦丽在回答多个棘手问题时 习惯性地给出了冗长和并不相关的答案 特别是美国是否会继续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此外 阿克塞尔罗德还认为 贺锦丽没有解决任何有关对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担忧 因为她的回答并没有在本届政府的现有政策上做出任何让步 另一方面 就在贺锦丽参加CNN市政厅论坛的同时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三晚则在另一个关键战场州 乔治亚州举行集会 他还邀请到了小肯尼迪以及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塔尔西·加巴德为其站台 以表明她的支持者中也有来自左翼背景的人士 此外 川普还在周四效果于亚利桑那州的竞选集会上 再次对贺锦丽在市政厅论坛上的表现进行了抨击 好 我们来继续关注前总统川普 川普今天表示 如果当选总统 他将立即解雇对他提出两起联邦刑事诉讼的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他还说 不会排除赦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 川普在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休伊特的采访时表示 他会在宣誓就职后的两秒内解雇史密斯 并补充称 最高法院已经裁决他享有豁免权 川普还表示 即使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 他认为后者也不会因为解雇史密斯的做法而弹劾他 一旦史密斯被解雇 联邦政府对川普的两起诉讼可能就此结束 这包括在佛州提起的处理机密文件案 和在华盛顿特区提起的选举干预案 在今天的采访中 川普还告诉休伊特 尽管民主党人如此恶毒的针对他 但他在胜选后不排除赦免亨特拜登的可能性 但强调亨特是个坏孩子 今年6月 亨特在联邦枪支审判中被判犯有三项重罪 这是历史上首次有总统的直系亲属在其任期内被定罪 总统拜登已经多次表示 在离任之前不会赦免自己的儿子 今天国际博彩网站Polymarket证实 平台上四个重金押注前总统川普赢得2024大选的账户 实际由同一个交易员控制 这些账户累计下注超过2800万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很多人的怀疑 即川普胜选赔率或被操纵 截至今天上午 这四个账户都位列Polymarket平台上 下注川普胜选金额排行榜的前五 该平台表示 持有这些账户的交易员是法国公民 拥有丰富的交易经验和金融服务背景 资金来自一家实为美国博彩平台的知名加密货币交易所 近期博彩平台上川普与副总统贺锦丽的胜选倍率差距不断扩大 对此川普的支持者认为 这表明川普的支持率正在上升 川普本人和特斯拉CEO马斯克也表示 博彩市场比民意调查更为准确 因为其涉及真实的金钱交易 然而Polymarket强调 预测市场不同于民意调查 其衡量的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而非选民在选举日的投票比例 该平台还称 赔率和博彩市场的运作方式与传统政治民调不同 不能作为民调的替代品 在司法部警告亿万富翁马斯克向摇摆州登记选民提供的100万元抽奖活动 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后 他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自昨天开始就没有再宣布新的赢家 过去几周 马斯克加大了为川普拉票的力度 他在上周末在宾州宣布启动了这项抽奖活动 承诺每天向一位随机选择的摇摆州居民提供100万元 只要此人同意签署支持宪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的请约书 截至周二 马斯克已经送出了四张100万元的支票 第四位得奖者是来自北卡的一个亚裔家庭 不过该活动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 因为联邦法律禁止个人付钱让选民登记投票 据多家媒体报道 司法部公共诚信选举犯罪科 在最近几天致函马斯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警告他们可能已经违法 马斯克此前曾为该活动辩护称 参与抽奖者可以属于任何政党 也可以不属于任何政党 他们甚至不必投票 麦当劳疫情源头或找到 必胜客肯德基也下架洋葱 稍后请继续关注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民生 在涉及麦当劳汉堡的大肠杆军疫情 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后 卫生官员已开始调查 泰勒农场的生洋葱产品 是否是疫情源头 目前 该公司已宣布召回四种洋葱产品 而必胜客和肯德基的部分门店 也停用了新鲜洋葱 分销商美国食品公司在通知中表示 出于谨慎考虑 泰勒农场已召回四种 可能受大肠杆菌污染的生洋葱产品 并建议餐馆等客户立即停用并销毁他们 截至昨天 这轮大肠杆菌疫情已波及10个州的49名患者 并导致一名老年人死亡 10人住院 大多数患者的报告曾食用过麦当劳汉堡 卫生官员表示 他们预计病例数量还会继续增加 据报道 FDA和CDC已将汉堡中的洋葱片 视为可能的污染源 并正对泰勒农场展开调查 目前 百胜餐饮集团 已要求旗下的Taco Bell 毕胜克和肯德基的部分门店 也停用新鲜洋葱 在特斯拉发布好于预期的收益报告后 该公司股价今天大幅飙升 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 截至收盘 特斯拉股价上涨22% 该公司昨晚公布的三季度营收为251.8亿元 略低于分析师预期 但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72分 远高于58分的平均预期 摩根大通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考虑到投资者已经习惯了该公司盈利不及预期 这一意外的盈利表现预计将推动股价出现强劲的积极反应 另外特斯拉CEO马斯克昨天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他最好的预测是明年特斯拉交付量将增长20%至30% 理由是成本降低和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 此前分析师预计的交付量增长约为15% 今天的大涨也是特斯拉上市以来股价第二好的单日表现 该股曾在2013年5月出现过单日上涨24% 同时今天的暴涨也填平了特斯拉股价今年的全部跌幅 并使其在年内上涨约3% 不过这仍远远落后于纳指22%的同期涨幅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飞行事故 近日在新墨西哥州举办的航空航天博览会上 一架小型飞机在空中进行特技表演时突发坠毁 飞机上的飞行员不幸丧生 10月20日下午在新墨西哥州举办的拉斯克鲁赛斯 航空航天博览会上 一架小型飞机在进行空中特技表演时坠毁 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死亡 飞机的坠毁地点距离机场约半英里 当时只有飞行员一人在这架双座的单一飞机上 事故发生后 博览会上的飞行表演全部取消 附近机场关闭数小时 死亡的飞行员名叫查尔斯托马斯 61岁 居住在加州 是一名工程师 特技飞行员和试飞师 飞行时间超过一万小时 另外 他的空中特技表演达数百场 各类飞行经历有三千多次 目前 联盟和当地正在调查此次追回事件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纽约来关注拥堵费 根据一份最新报告 由于纽约大都会及运输MTA的财政状况陷入困境 有争议的拥堵费计划 可能会很快重新回到民众的视线中 纽约州长霍楚昨天也暗示 已准备好推动该计划重启 纽约州主机长迪纳波利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加班成本增加 地铁客流量迟迟未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都给MTA带来了麻烦 如果没有拥堵费带来的资金 该机构面临的预算缺口将达到1.76亿元 并可能会继续增至15亿元 报告称MTA的预算不确定性 还将对州府运营预算构成风险 纽约州长霍楚昨天暗示 他可能很快会恢复拥堵费计划 预计到年底情况将变得明朗 他同时表示 如果开始征收拥堵费 费率可能降至9元 而不是原定的15元 今年6月 也就是拥堵费最初生效日期的几周前 霍楚宣布将这项史无前例的措施 无限期推迟 他反复强调 暂停收费 旨在帮助纽约人节省预算 而不是因为拥堵费 不利于民主党的选情等政治因素 好 节目的最后 还是欢迎各位在YouTube上 给中文正典点点赞订阅留言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以便您即使获得最新的新闻推送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